寒流发威 玉山北风变成了一片银白世界 在今天凌晨6点多 这玉山的温度来到了零下5.7度 北风气象站周围水汽凝结成雾松 全都盖上了一层冰晶 宛如是童话世界一般 另外在台北的大屯山一早也涌现了追雪族 还有一位72岁的阿嬷只穿了一件短袖就上山了 她说自己平常有运动的习惯所以不怕了 原本翠绿的树叶覆盖上冰晶 放眼望去一片白茫茫 宛如来到童话世界 而这梦幻场景就在玉山北风 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发威 清晨6点多 玉山温度下探来到零下5.7度 北风气象站水汽结成雾松变成银白世界 山区冷道暴气象鼠原本预测台北大屯山顶 也有可能发生雾松冰线甚至飘雪 我们6点出来 就觉得温度跟湿度的条件好像还蛮接近的 就想了试试看 上一次霸王吉寒流的时候有追到雪 就是我套头里面还好在塞 还好发热衣 对就是一直塞这样子 我裤子也穿两件 天刚亮果然有游客上山追雪 气温直逼零度 每个人全身包紧紧 当然还要围围巾这样才够 但唯独这位72岁阿嬷超级勇 只穿一件短袖就上山 有做运动 做这个肚主的运动 还敲 每天都敲 分享保暖配布 阿嬷平常游在练 另外环岛机车族 凌晨从嘉义出发特地跑上山 其实也奇怪这里有没有觉得很冷吗 会啊 超冷的 不会啦 现在都很冷了 你们是想过这里有可能会下雪 所以特地过来这里看一下 只是上来碰看看而已啦 这波寒流大屯山虽然水气够 但温度不够低 追雪扑空没关系 包揽云雾缭绕的美景 也算是弥补遗憾 一二三 站 记者终合报道